去出閃閃 歡迎回到狗兵的YouTube頻道 Well 一年365天 大概是52周 對這支影片也會是2019年的結尾 原本是想說額外的剪一支回顧影片 但看看自己第52週的素材 除了在場外拍到去辯論會讚瞎的韓粉之外 其他的東西似乎沒有什麼內容可言 現在仔細想想 2019年的年初 我還在猶豫要不要休學 縱使學業只剩下僅僅的半年左右 畢竟畢業設計的隊友實在是雷到讓我生無可練 想知道我過去怎麼靠北的可以點影片的右上角 年初剛好有幾個機會能夠近距離的接觸幾名知名的YouTuber 對於在觀眾圈走掉的我來說 多多少少也算是個另類的解成就吧 跟六攤打鬥陣 找浩浩 找導演 1加1 然後飆車 臂展 摔車 商好找工作 做熊貓 跑選舉 好像10秒鐘就把2019年給講完了 所以 2019對我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給年初的我來回答 可能還沒有明確的答案 現在的我倒是有個比較明確的詞彙來形容 未知 未知且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年 經歷過大學那噴錢般的設計洗禮 思考著如何成為跨領域而想辦法戶口飯吃 對於自己某些作品不太抱有信心與自信 誰又想得到我會半路出家跑去幫人家選舉 誰何德何能可以在付費活動場 拍到衝撞型的呱吉 起飛的賴品魚 3Q單不移 Well 回頭從2019的vlog看到現在 萬事起頭難 人生大事重視 設計意識 Alex always says Ibeen just do it Start complaining and try to do something Yes he really told me that shit Lie give shit and try to make a shit bet 雖然過完半個2020回頭再來寫這支腳本 一定會覺得2020比2019還要來得更 shit 才對 但這不就是人生嗎 鳥事過一過還是得沒開眼笑的繼續過生活啊 遇一室擋一室 誰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呢 2019的vlog就是為了告訴自己 要活得更有意義 才決定一周一隻 雖然有的真的拍得很沒意義 Anyway 2019 也然已經是過去式了 把過去的紀錄整理整理 也早是時候往前進了 也感謝一路看到現在的觀眾朋友 願意看我拍的這些 鳥鳥的生活日記 那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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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